大家好,这里是鹦鹉故事 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述赚钱必备八种素质的第四种 不安于现状 让我们先来听几个小故事吧 故事一 有人做了一个实验 把一只跳蚤放在广口瓶中 用透明的盖子盖上 跳蚤在瓶子里不停地跳动 于是撞到了盖子 经过数次的撞盖子后 跳蚤不再跳到,足以撞到盖子的高度了 实验人员拿掉盖子 虽然跳蚤继续在跳 但不会跳出广口瓶以外 因为跳蚤已经调节了自己跳的高度 而且适应这种情况不再改变 大家从这个故事中得到什么启发呢 有什么样的目标就有什么样的人生 许多人都明白自己该做些什么 但是目标的局限性束缚了自己的才能 人不应该安于现状 缺少了拼搏和进取的精神 故事二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 一个日本的年轻人开了一间小杂货店 按照当时人们的经营习惯 杂货店一般在晚上十点钟就都关门了 一天晚上 年轻人忙着休以货架准备关门的时候 店里忽然走进几个买东西的人 年轻人接待了他们 送走他们之后 年轻人又在店里多待了一会 结果又有几位顾客上门 后来这位年轻人改变了店铺的经营时间 每天营业到十一点才关门 由于与其他杂货店营业延长一个小时 他的店铺因而成了附近人们深夜购物的首选之地 一年过后 他的小杂货店规模扩大 营业总额达到了两亿日元 他趁机发展生意越做越大 到2002年的时候 他的公司营业收入达到了48亿日元 这个成就大业的年轻人名叫安全农夫 是日本赫赫有名的商人 安全农夫的成功 只因为他每天多营业了一个小时 奇迹的产生并不困难 就看你每天有没有多花时间来努力工作 那多花了一个小时 就是造就辉煌的关键 不安于现状 改变时间 创造成功 现在来讲第三个小故事 世界建筑大师格罗佩斯设计的迪士尼乐园 马上就要完工了 然而各九点之间的路径 该怎样设计还没有完美的方案 格罗佩斯心里十分焦急 巴黎的庆典一结束 他就让司机带他去地中海滨 汽车在南部的乡间公路上奔驰 这里漫山遍野都是当地农民的葡萄园 当他们的车子拐入一个小山谷时 发现那停着许多车 原来这是一个无人管理的葡萄园 你只要在路边的箱子里投入五法郎 就可以摘一栏葡萄上路 据说这是当地一位老太太 因葡萄园无人要理而想出的办法 谁要到在这绵延百里的葡萄产区 总是他的葡萄最鲜万丸 这种给人自由 任其选择的做法是大师深受启发 回到驻地 他给施工部拍了份电报 内容是 撒上草种提前开放 在迪士尼乐园提前开放的半年里 草地被踩出许多小路 有宽有窄 方便自然 后来 格罗佩斯让人按这些踩出的痕迹 突射了人形道 1971年 在伦敦国际园林建筑技术研讨会上 迪士尼乐园的路径设计 被评为世界最佳设计 不安于现状 是向上的阶梯 创业者不能安于现状 必须无休止地前进 不安于现状 不安于平庸 就可能在勇于进取的奋斗中 奏响人生壮美的乐曲 听了这几个小故事 聪明的你 领悟到了什么呢 欢迎在留言评论区 分享你的心情 请大家继续欣赏 美丽的风景和可爱的鹦鹉吧 鹦鹉故事 我们天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